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奇特的出逃 最近 小小的临江市里出了见大事 一天深夜 刚建成不久的临江步行大桥突然整体垮塌 由于垮塌发生在半夜 桥上行人不多 才没有造成大面积的人员伤亡 但还是有几个下夜班的福利场工人正经过步行桥 掉入河内 造成了一丝武伤的重大事故 据说 那个不幸遇难的工人还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 这起事故引起了全市人民的强烈关注 要知道 不行大桥是市里的重点工程 建成时被当地媒体语为临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可还不到一年时间 大桥竟然整体垮塌 如此低劣的豆腐渣工程 怎不让人们义愤填膺 此时 临江市里最为坠坠不安的人恐怕就是步行桥的成建者 是一间公司的经理陈子林了 事故一出 他就意识到自己情况不妙 其实自成建开始 他就担心会有这么一天 可他万万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当初 为了揽到这个工程 陈子林没少请客送礼 后来还是通过熟人 向临江市分管市政建设的赵承安副市长表示了点小意思 才顺利接到了建造步行大桥的工程 为了捞回成本 他花在造桥上的钱还不到预算资金的一半 现在事情出了 市里已成立了专案组来调查此事 陈子林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他清楚自己罪则难逃 渐渐地 陈子林蒙发了一走了之的想法 对 趁势里还没有对自己采取错失 逃得远远的 其实这几年来 外逃的念头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陈子林的脑海里了 他在临江城建了近百项工程 哪个工程都有猫腻 随着他接的工程越来越多 偷工减料的手笔越来越大 他心底深处的恐惧也与日俱增 为了保证妻儿今后不会卷入自己这滩浑水 四年前他与妻子协议离了婚 由他来抚养孩子 同时悄悄把一部分家产转移到了国外的银行 可是 真的到了关键时刻 陈子林心里缺一点点也没有 怎么逃 又往哪儿逃呢 那天 陈子林走在大街上还紧促着眉头想心事 就连撞到对面一个路人也没注意 先生 十一黄金周马上就要到了 有兴趣出国玩玩吗 陈子林还没来得及道歉 被撞的那个年轻人倒先开了口 他一边说 一边往陈子林手中塞了张小广告 陈子林皱了皱眉 正要随手扔掉 那年轻人又轻声说道 陈经理 在这个时候 出国去散散心可是您最好的选择啊 陈子林一惊 盲问道 你是谁 你怎么认识我 对方微微一笑 我当然认识你 没准过几天全林江人民都会认识你了 你可就要出名了 一听这话 陈子林顿觉胆战心惊 他连忙将那个年轻人拉到路边 冷冷地说 你说什么 我可听不懂 那个年轻人却不慌不忙地说 实话告诉你 这可是送上门来的机会 要不要有你 说完 他看也不看陈子林一眼 迈开步子转身走了 陈子林愣在原地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他小心翼翼地展开 已被自己捏成一团的小广告 只见上面写着 南太平洋岛国期待着您的光临 有一者请接洽能人旅行社经理郑明明 后面是联系电话 虽然这则广告表面上和街头散发的普通广告没什么两样 但陈子林越想越惊心 这个能人旅行社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能洞察自己的心事 思前想后 陈子林决定打电话给郑明明 先探探他的底 电话接通了 对方正是郑明明 陈子林还没开口 郑明明竟先打了招呼 是陈经理啊 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打电话来了 逃绿的怎么样了 陈子林洋装若无其事地问道 不知贵舍准备带团上哪儿去旅行 郑明明打了个哈哈 道 陈经理 这次去的可是个好地方 这个南太平洋小岛 现在正是气候宜人的春天 还有 那里和我国还没有签订引渡条约 对您来说 可真是最佳选择了 陈子林心里一动 可还是不肯松口 他故作轻松地答道 好啊 我也正想出去散散心 不过 得先等我把手边几个再见业务完成 话通里传来郑明明轻轻的冷笑声 哦 你还有这样的雅兴 也好 那等你需要的时候来找我吧 春安路19号 记住 只能你一个人来 还有 不要在白天来找我 说着 郑明明挂断了电话 尽管陈子林早已萌发了出逃的念头 可多年在伤海摸爬滚打 他自然不会轻易相信郑明明的话 挂上电话 他立刻通过在全省的各种社会关系 打探能人旅行社的情况 很快就有人告诉他 那个能人旅行社一直以来只是听说 可从没人见过跟这个旅行社出行的游客 在旅行社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能人旅行社一部做广告 二不拉生意 一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模样 正在这时 陈子林的前妻打来电话 询问他准备怎么应付步行桥的事 听说 省里也成立了调查组 马上就要赶赴临江调查了 你得尽快拿个主意 陈子林顿时猛了 前妻的弟弟在施建委工作 相信这话绝不是空穴来风 放下电话 陈子林狠了狠心 走 就跟郑明明走 当晚九点 陈子林悄悄开车 来到了春安路19号 那是一排门面房最靠西的一间 卷帘门早已拉下了 陈子林找了半天 才在门边找到一个门铃 他轻轻地按了一下 只见屋内的灯马上就亮了 紧接着 门拉开了 一个身材矮胖的中年汉 出现在陈子林面前 见到陈子林 那矮胖子立即笑了起来 他拉住陈子林的手往屋内嚷 嘴里还说着 陈经理 我就知道你一准会来 所以到现在还没休息呢 感情这人就是郑明明了 进了屋 陈子林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人 只见郑明明圆圆的脸上挂满了肉 肥嘟嘟的 一双小眼睛瞇着缝 乍一看就像尊孝弥勒 陈子林一时不知怎么开口 却见郑明明掏出本护照来 递给陈子林 道 陈经理 我们什么都为你准备好了 只要你正式报名 我们就能出行了 陈子林打开护照一看 不由一愣 这个郑明明的确不一般 这本护照的持有人叫陈凡 更难得的是 护照里还夹着一张陈凡的身份证 用的照片几乎就像从陈子林脸上刻下来似的 完全一模一样 到了这个份儿上 大家都以心照不宣 陈子林也不再多说 只是问了句 多少费用 去哪儿 什么时间出发 郑明明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消失 他殷勤地答道 南太平洋的岛国 两天后出发 团费七万五千块 对陈经理来说 这个价格还算公道吧 七万五千块钱 那在一般人眼里可不是个小数目 在郑明明口里却是这样轻描淡写 不过 陈子林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郑明明把陈子林送到门口 临出门时 陈子林终于忍不住问了句 你是怎么知道我 郑明明笑吟吟的双手一摊 商业秘密 无可奉告 二 怪异的旅办 两天后的下午一点 陈子林爱约定的时间赶到了临市滨海市 他将在这儿与郑明明会面 然后登机直飞出镜 陈子林来到机场 后机厅里坐满了人 却不见郑明明的影子 陈子林正在纳闷 郑明明却不知从哪个角落里跑了出来 他快步走到陈子林跟前 还是那个似笑非笑的模样 陈先生 你汇的钱我已经收到了 以后的一切就都由我替你安排了 说着 他将陈子林引到后机室的一个贵宾包厢 已经有三个人等在那里了 郑明明指着陈子林 乐呵呵地对包厢里的三个人说道 各位 这是我们旅行团的新旅办 大家来认识认识 陈子林打量了一下包厢里的三个人 只见一男一女低头坐在角落里 较远处 一个穿黑色风衣的瘦高个男人 默默地站着 那个坐着的男人 年纪四十出头 皮肤白皙 鼻梁上撑着副发廊架眼镜 女的约莫三十上下 虽不美丽 打扮却很入实 外穿红色开衫 内着深蓝色旗袍 当郑明明向他们介绍陈子林时 这一男一女抬起头来 快速地朝着陈子林看了一眼 又缩回了目光 一瞬间 陈子林忽然觉得自己见过这两个人 他们是谁 也来自临江 他想了半天 也没想起自己究竟在哪儿见过他们 郑明明介绍他们的名字时 陈子林一点印象也没有 他想 这肯定不是他们的真名 而那个穿黑色风衣的年轻人 一直面朝另一个方向 郑明明介绍他叫刘洁 陈子林善善地正要走过去和他打招呼 刘洁突然转过头来 向陈子林看了一眼 这一眼 冷冷的 如同历见一般直刺陈子林的心底 陈子林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劲 自打这一眼后 陈子林再也不敢随便去看他了 时间过得很快 已经开始登机了 郑明明却还没有领他们去检票的意思 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后机厅的大门 难道旅行团还有客人没到 陈子林正想着 却见一个矮个子身形快捷地溜进了后机厅 四处打量了一下 静止朝着他们走来 真被陈子林猜中了 只见郑明明赢了上去 拉过这个打扮拉特的矮个儿 向陈子林他们介绍 陆阿云我们的新朋友 大家认识一下 陆阿云嬉嬉笑了一下 说道 不好意思 临来前出了两个货 来迟了 陆阿云是个自来熟 功夫不大 他就和在场的几个人一一握了手 就连那个浑身冒冷气的刘洁 也被他抢过手去握了我 陈子林打心眼里 对这个陆阿云感到厌恶 这个人的眼神太邪了 眼珠总是滴溜溜地乱转 和陈子林握手的一刹那 陆阿云就对陈子林手中的提包 聊了好几次 这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可自己呢 自己又算什么人 想到自己出国的目的 陈子林暗暗叹了口气 陆阿云不知什么时候 溜到了陈子林的身边 轻声说了句 那小子怪邪的 说着 他冲刘洁挪了挪嘴 这句话 又让陈子林心中咯噔一下 这陆阿云也是临江口音 难道这回被郑明明带出来的 都是临江人 郑明明终于领着他们走向安界 走在陈子林身边的是那一男一女 男人句郑明明说叫吴凡 女的叫聂雅兰 一起出行的几个人中 陈子林对这两人还算有些好感 他巧声向吴凡问了句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旅游团的 吴凡避开这个话题 答了句 这天气不冷不热 还真是出门旅游的好时节 陈子林一听 又是临江口音 争了争 没再问下去 郑明明果然神通广大 一行人无惊无险地通过了安界 上了飞机之后 陈子林发现这架波音737客机上 坐满了人 只见同行的另五个人的位子 都与自己的座位离得挺远 陈子林暗想 这样也好 省得相互搭话 有道是言多必失 按照行程 他们将先娶到香港 再转机去澳大利亚 然后再由澳大利亚 飞往最终目的地南洋岛国 飞到香港少说也得两三个小时 陈子林将头亡以背上依靠 准备休息一会儿 这几天 他可真是身心俱疲 正在这时 他听到了陆阿云的问话声 喂 我说哥们 你是干什么活儿的呀 怎么跑那么远去玩啊 我 我是搞技术工作的 听话音 被问的那个是吴凡 他回答得很勉强 分明是不想与陆阿云说下去了 陆阿云却杀不住话匣子 硬是要把谈话继续下去 看你这么样 就像没吃过什么苦啊 你不会是个贪官吧 话一出口 不仅陈子林忍不住朝着两人看过去 其他听到对话的人 也都好奇地向吴凡伸过头去 吴凡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很不高兴地说 你胡说什么呢 陆阿云却不肯饶过他 指着坐在前排的聂雅兰 又道 那个俊女人 不是你的拼头吧 吴凡真的火了 他解开身上的安全带 疼了一下站起来道 你有完没完 陆阿云愣了愣 吐了吐舌头道 哟 发火了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还不行吗 陈子林刚想笑 一眼瞥见刘杰正冷冷地看着自己 顿时吓了一跳 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而那个聂雅兰却始终满脸默然 好像完全没有听到 他也是陆阿云嘴里的主人公一样 坐在机舱后侧的郑明明 饶有兴趣地看着陆阿云他们 那张脸还是像个笑弥勒 三个小时后 飞机抵达了香港 香港已是滑灯初上十分 绚丽的灯光从后机厅外透了进来 陈子林透过窗户向外看了看 心里悠悠地叹息了一声 这里 他曾先后来过多次 可没有哪一次是像今天这样 飞机再次起飞后 就是一国他乡了 以后的日子 是颠沛流离 还是亡命天涯 也容不得他多想了 三 危险的旅行 飞机再一次起飞 陈子林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旅伴 只见乌凡低着头 看不清任何表情 而聂雅兰的眼里亮晶晶的 分明是泪光 陆阿云忽然走到陈子林身边坐了下来 摇了摇头道 会气 咱这一帮人是咋了 一个个搭了着脑袋 好像不是到国外去潇洒 倒像去坐牢一样 陈子林抢笑道 你是去国外潇洒的 陆阿云点点头 答道 是啊 我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挣了些钱 准备回老家 接我那个弱智弟弟一起出国想想服 没想到回到家乡才知道 他竟已过世了 说到这里 陆阿云难过的停了停 又接着说 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去处 只好一个人到外国转转 没准还能挣点外国钱 误打误撞找到了郑老板 也算圆了梦 陈子林看了陆阿云一眼 心想 这个人肯定不是什么正经打工的 打工的哪有这样的魂主意 十有八九是顽空手道的小偷 想到这儿 他把头向后一仰 两眼一合 不再搭理陆阿云了 陆阿云见这人也不是可以谈话的对象 站起身来 又不知找哪位聊天去了 天渐渐地亮了起来 陈子林睁开眼向窗外看了一眼 心里明白 快到澳大利亚了 这里离中国已有万里之遥 想到家乡 陈子林心中一阵刺痛 飞机再一次降落 这里已是澳大利亚的南部 一行人在郑明明的带领下 走出了机舱 郑明明轻车熟路地 领着陈子林等人走出机场 打了个电话 一辆面包车前来迎接 车很快将他们载入一间华人餐厅 可能因为还不是用餐时间 餐厅里冷冷清清的一个人都没有 几个人闻到菜香 顿时觉得鸡肠碌碌 陆阿云见乌帆四处找菜单 不禁吃之以鼻 道 我说你们这帮人啊 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何必还挑肥减瘦呢 正说着 餐厅老板已将一盘盘快餐端了进来 放到桌旁 随即转身走了出去 陈子林狼吞虎咽地吃着饭 一抬头 突然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餐厅里多了六个彪形大汉 拔住餐厅的出入口 冷冷地盯着他们 而郑明明 却已站起身来 笑嘻嘻地望着目瞪口呆的五个人 说 车到码头传道案 各位 这一路走来不容易 我就开成布公吧 这次旅行 我保证将你们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但你们的旅费 呵呵 现在可要稍微再调整一下了 陈子林心里咯噔一下 他盯着郑明明问道 怎么调整 我已经交了七万五 你还想要多少 到了那边 我可是要靠这些救命钱过日子的 没了钱 我们就没了活路 郑明明哈哈大笑 那就是你们的事了 告诉你们 各位做的一切 我都清楚 就凭你们在国内做的好事 能活着出来留一条命就不错了 至于你们随身带的财产吗 呵呵 你们可以不交给我 不过 不付清旅费的人 我可就不能带他 继续去南太平洋岛国旅行了 他要去的地方 将是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何去何从 全凭你们自己拿主意 毒 这小子真毒 陈子林这时才明白过来 这个郑明明可不是一般的舌头 他是要把他们所有人都榨干啊 五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都没了主意 突然 聂雅兰低声抽气起来 而乌凡也好像屈服了 他慢慢地拉开了旅行箱 不料 郑明明却挥挥手 说 不急 你们先把自己在国内的所作所为 给我说说 当然 你们说的话 我都会录下来好好保存 你 先来 说着 郑明明指了指穿着黑风衣的刘姐 陈子林知道 郑明明这是要留下所有人的口供作为把柄 这样就是到了南太平洋岛国 他也不用怕这些人有什么举动 但陈子林也突然有点好奇 想听听这些和自己一起旅游的人 到底都是什么底细 这时 只见刘洁用手拉拉拉风衣的领子 冷冷地说 郑老板 既然我的情况你早就查清楚了 何必还要玩什么花样呢 我是杀了人 莫奈何 只有到外国夺夺 钱倒是没多少 再替你杀几个人还可以 刘洁这话一出口 陈子林的脸都下绿了 他万没想到自己竟和一个杀人犯一起待了这么久 第二个轮到的是陆阿云 他不耐烦地说道 我是个小偷 郑老板你也知道 虽说挣了几个钱 可油水不是很足 我本来是想挣点钱回乡养我弟弟的 可谁知他 现在我是彻底无牵无挂了 郑老板你真要给兄弟留一半就行 轮到乌烦了 他岂先知之无无地不肯开口 可哪里躲得过去 他一开口 就让陈子林大吃一惊 吴凡说 我是临江步行大桥的设计师 施工时我发现有些地方不合设计标准 就提出了异议 但后来 有人给我送了十万块钱 我 我收下了钱 就没再吭声 大桥出事后 我没有得到过片刻安宁 那天 在路上收到了能人旅行社的广告 吴凡的声音越来越低 话音里充满了悔意 陈子林暗想 难怪自己看着这个吴凡这么面熟 原来他也是因为临江步行大桥事件而出国的 而且连结石正明明的方式也和自己一样 陈子林还没从吴凡给他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聂雅兰接下来说的话更让他陷入了迷惑 只见聂雅兰看了一眼无凡 说 我 我出国的原因也是因为临江步行大桥 我是负责验收步行桥的至尖站工程师 验收时我发现大桥质量存在着不少问题 就上报给负责此事的赵承安副市长 可一直没有收到答复 后来 有人给我送了八万块钱 叫我保证大桥验收合格 出事后 我怕得要命 就在我不知怎么办好时 收到了一个短信 说有一家旅行社能让我安全的出国旅游 说到这儿 聂雅兰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他的声音哽咽了 再也说不下去了 大家都说完了 最后一个轮到了陈子林 他把自己向赵夫市长行贿 偷工减料造桥的经历说了一遍 然后长叹一声 事已至此 任你郑老板宰割吧 交代的时候 陈子林感觉自己就像坐在被告席上 在等待法庭的判决 话一说完 他就注意到 吴凡和聂雅兰都愣愣地看着自己 陈子林知道 他们此刻和自己心里想的一样 这是怎会这么凑巧 而刘杰和陆阿云两人也听得出了神 尤其是那个陆阿云 早已收起了他那副完事不公的嘴脸 吃惊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郑明明等着五人全部说完 拍掌笑道 好好好 各位还都算坦诚 现在你们到底是继续跟我走 去一个中国警察 永远抓不到你们的地方 还是让我把这个交到澳大利亚警方手里 由你们自己决定 他扬了扬手中的那份录音 继续说道 要知道 中国和澳大利亚可是有引渡条约的 等待你们的 有的是吃一颗花生米 有的是把牢底坐穿 显然 郑明明已抓住了他们的要害 陈子林等人面面相觑 交了钱 到了那个岛国后语言不通 他们将何以谋生 不交 就意味着兜了一圈 又回到了起点 这桩生意 能人旅行社的郑明明是稳赚不赔 他的算盘可真是打到家了 四 幕后的黑手 就在郑明明一个进而的催促众人交钱时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 郑明明看了看号码 嘱咐几个打手 好好看守陈子林他们 自己转身走进了餐厅里间的一个密室 接听电话去了 这个电话是赵承安打来的 他就是那个在陈子林 聂雅兰的交代中 旅被提起的 林江市主管市政建设的副市长 原来 步行大桥出事后 赵承安为了逃脱罪责 找到了一只和自己有来往的 能人旅行社社长郑明明 这家旅行社表面上和普通旅行社没什么两样 但安地里却做着非法偷渡的勾当 赵承安命令正明明主动联系和大桥垮塌事件有关的三个关键当事人 陈子林 吴凡和聂雅兰 想尽一切办法怂恿他们三个外逃 只要他们一外逃 许多重要证据就会随之消失于无形 那时赵承安就可以从从容容的想办法把罪责全部推在这三个人的身上 不过 贪婪的郑明明在组织这三个人偷渡的同时 还顺便接了另两笔生意 那就是刘杰和陆阿云 此时 郑明明接通电话 说道 赵市长 我们已经在澳大利亚了 您放心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他想 赵承安打这个电话来 无非是想听自己报个平安 可没想到 电话那头赵承安的声音 却显得异常低沉和紧张 除了那三个人 这次你的旅行团里还接了什么人没有 听到问话 郑明明有点奇怪 以前只要自己能顺利完成赵承安布置的任务 他从来不过问其他客人的情况 这次是怎么了 只听赵承安继续说道 我刚刚得到消息 临江市公安部门 怀疑你的能人旅行社有偷渡嫌疑 这次 你团里有一个客人 是警方卧底 具体是谁 我还不清楚 你尽快解决一下 不要影响了大局 放下手机 郑明明发现自己的手 在不自觉地颤抖 这五个人中间有警察 而自己居然没看出来 要不是赵承安及时得到内部消息 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到底谁是警察呢 郑明明一阵心计 显然 不会是陈子林 吴凡或聂雅兰 因为他们都是赵承安一手安排出逃的 那么 剩下的就只有刘杰和陆阿云了 郑明明再次回到餐厅时 再也不是那个笑弥勒的模样了 此时餐厅正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中 聂雅兰还在哭泣 陈子林和乌凡站在他身边劝解 陆阿云也不再多话 正在狠狠地抽烟 而刘杰还是那么不动声色 郑明明看了刘杰一眼 又盯着陆阿云看了半天 突然对几个打手使了个眼色 打手们一拥而上 死死摁住两人 开始搜身 很快 他们就从刘杰身上 找到了一副微型的联络设备 郑明明明笑一声 行啊 你还真行 惊昏到我的地盘来了 旁边的一个打手举起手中的铁棒 就要朝刘杰的头上击去 郑明明伸手制止 不 不要在这儿动手 澳大利亚警察会找我们麻烦的 给他灌点迷药 把他也带上飞机 到了那个岛国 再把他推到海里为鲨鱼 这个突然的变故 是陈子林他们万没想到的 这个刘杰的真实身份竟然是警察 陈子林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 吴凡和聂亚兰也紧张地看着 眼前发生了一切 嘴唇都抿得紧紧的 显然 他们也陷入了矛盾之中 最后 还是陆阿云先笑了起来 还是郑老板厉害 竟能看出我们中间有警察 打手给刘杰灌入迷药后 陈子林他们带来的钱财 还是被郑明明洗劫一空 他们还被迫说出了 国外银行的账号和密码 陆阿云交上了自己的那份旅费后 对郑明明不住的阿谀奉承 还表示以后想跟着郑明明干 他甚至帮着两个打手 罢昏迷不醒的刘杰 带上了一架直升机 与前两次乘坐的公司航班不同 这次众人乘坐的是一架 私人直升机 飞机显然是受郑明明控制的 五 最后的较量 直升机稳稳当当的 飞行在南太平洋上空 这一趟惊心之旅 即将以郑明明的胜利告终 除了他 还有谁能算是最大的赢家呢 实现了出逃梦的陈子林 吴凡和聂亚兰不是 乔庄城杀手的警方握底 刘杰不是 那个完全倒向郑明明的小偷鹿阿云 也不是 他也被劫掠一空 没准而他和郑明明套进去 只是为了能让郑老板 还给他几个零花钱 郑明明和两个打手 放心地靠在座椅上小气了 不知过了多久 睡梦中的郑明明 忽然感觉到飞机内有动静 他睁开眼睛 环视机舱 不由地惊呆了 不知什么时候 驾驶舱中多了个人 正是对他毕恭毕敬的陆阿云 陆阿云正协迫着机长返航 而郑明明带上飞机的两个打手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刘杰制服了 刘杰将身上的风衣一条条撕碎了 将他们一一绑在了座位上 这小子怎么醒过来了 郑明明脑子一转 就明白了 一定是陆阿云搞的鬼 这小子向自己套进骨 原来世边有所图 郑明明起身就要向刘杰那边扑去 只听到刘杰大声喊道 陈子林 吴凡 你们控制住郑明明 回到国内 还算你们自首 可以减刑 不管你们犯了什么过错 探讨祖国 你们良心上过得去吗 这时郑明明已逼近了刘杰 刘杰手里没有任何武器 郑明明若是与他私打一番 让那两个打受有可乘之机 胜负还很难说 就在此刻 陈子林突然本能地伸出脚来 将正向前狂扑的郑明明半倒在地 吴凡与聂亚兰也一扫一网的斯文模样 都赶了过来帮忙 吴凡和陈子林一人摁住了郑明明的一条胳膊 郑明明被压得不能动弹 可他嘴里还在不停地劝说 你们别信他 回到国内 你们就是死路一条 现在可是唯一的活路了 你们醒醒吧 聂亚兰走上前来 狠狠地朝着郑明明的嘴上踢了一脚 郑明明立即闭了嘴 飞机上的局面完全被刘杰控制了 直升机开始向澳大利亚返航 返回滨海市机场前 国内警方已经接到了刘杰 从澳大利亚发出的联络讯号 一时间滨海市机场内警车云集 消息灵通的记者们也纷纷赶到 来采访这难得一遇的重大新闻 临江步行大桥事件的涉案人员外逃后 却又主动返回国内自首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一步传奇 当飞机在滨海市机场着陆时 户外已是又一个凌晨了 刘杰在滨海警方的帮助下 江正明明等人一一押进了警车 给陆阿云戴上手铐时 刘杰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 谢谢你 没有你偷来的解药 我完成不了这一趟任务 说不定还没有命回来 陆阿云微微地笑了 他顺从地将双手并拢在一起 伸向了刘杰 刘杰给他铐上手铐 车门临关前 刘杰问了陆阿云一句 我想不明白的是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陆阿云的眼睛突然红了 他恨恨地盯着陈子林 乌凡和聂亚兰 过了许久 才达到 当我知道他们三个 为什么要出逃时 我就决定这么做了 我弟弟是个弱智 没有生活自理能力 从小我们兄弟俩就没了父母 相依为命 为了养活弟弟 我才走上了这条不光彩的路 这几年我挣了很多钱 本想洗手不干 回来和弟弟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可回到临江 我才知道 大桥垮他的那天夜里 弟弟他就在桥上 他死得冤啊 我要是为了自己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三个 跑到国外去逍遥 弟弟也不会原谅我 陆阿云说完 现场一片寂静 警车里的人一个个脸胀的通红 陈子林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羞愧 许久 刘洁长叹了一口气 原先 他只是来调查能人旅行社的偷渡嫌疑 没想到无意中却掀起了巨大黑幕的一角 他知道 回到临江 等待着自己和同事们的 还有一场更艰巨的战役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